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着送葬的名义 礼计间和自己的家人以及追随者 准备离开防守严密的延州城 车里私藏着大量的兵器 离开延州城的这一刻 李济谦的内心一定非常复杂 前往电梁 荣华富贵会吞噬党向人的灵魂 党向人将失去遗弃 踏上流亡之路 前途渺茫 生死难以预料 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上 李济谦要逃到哪里去 史书记载 李济谦的藏身之地叫地金泽 在夏州东北方向三百里处 夏州的北方 是一片人际罕至的布茫之地 这就是今天的茫乌素沙漠 但地金泽究竟在哪里 已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位置 李济谦逃往地金泽 举起了反送自立的旗帜 是一个转折 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 为了揭开这个谜团 宁夏大学的陈玉宁教授 多年前就开始寻找这个神秘之地 地金泽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几十年前开始接触这个时候 加上呢 我曾经在这个阿尔多斯工作过 大概就有一个主观的判断 大约是在今天叫做 过去叫伊克昭蒙 百岩那儿附近 然而 陈玉宁教授多年前推测的 地金泽的位置 与史书中的记载不太吻合 陈玉宁一直希望通过实地考察 寻找到地金泽的具体方位 毛素沙地 气候干汗 十年久汗是它的基本团队 但是现在经过这些年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 注冻环境的保护 绿化建设 已经变化了很多 史书中的内容显示 地金泽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一千多年过去了 环境变化如此之大 陈玉宁还能找到地金泽吗 经过一番拉网式的搜索后 陈玉宁认为 今天俄尔多斯市乌审齐境内的 这处绿洲 就是当年的地金泽 现在可以基本确认的地金泽 在俄尔多斯市乌审齐 哈团查哈纳这个地方 我们实际看了以后 从各个方面 我们认为都很符合史籍的记载 它距离下周 也就是现在静点县北的 下周古城 大约一百六七十公里 地金泽虽然地处 茅乌宿大沙漠的腹地 却是一片汕水草 变蓄墨的绿洲 一千多年前 李济谦正是看到了 这里的自然条件 才逃奔到这里 茫茫的沙漠 把地金泽深深地隐藏起来 静可以攻 退可以守 静退自如 更重要的是 地金泽一带散布着很多 以游牧为主的党项部落 他们远离下周 受宋人的影响很小 很容易被说服 应该说 那么这个沙漠茶那里附近的 是一个游牧部落 比较可能聚集的地方 到达地金泽之后 李济谦就以祖先的名义 开始聚拢人心 他挂起拓拔丝工的画像 讲述他的荣耀 史书上记载 荣人败弃 从者日众 地金泽位于沙漠腹地 这些心怀不满的党项人 并没有引起大宋朝廷的注意 李济谦的追随者越来越多 力量逐渐状化 逃到帝金泽不到一年 李济谦就派人上奏大宋的皇帝 他只想得到祖先的封地 绝不敢反叛朝廷 但是宋太宗拒绝了李济谦的表白 宋太宗实际始终没有接受这样的条件 他始终想着 凭我宋朝强大的这种实力 我能不能把它完全消灭掉 失望的李济谦 做出了一个堪称疯狂的决定 他想展示自己的实力 报复大宋的傲慢和冷漠 年轻的党项首领 为自己的冒失 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济谦带领自己的队伍 偷袭了夏州附近的一个小城 掩护了不少人法银行 地金泽和夏州之间 是无边无际的黄沙 这样的地形使军队的后勤保障 非常艰难 李济谦认为 以步兵为主的宋军 几乎不可能靠近地金泽 李济谦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他的语意远未丰满 他也低估了大宋的实力和决心 出路锋芒的党项人放松了警惕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一场密定的灾难 即将降临